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山水阴暈于那一层带着烟雨气息的肃沙之中 隐隐着躲 柳江一个批就着历史沙衣的古镇 走进柳江 靠近花溪 你可以嗅到空气中 水汽里漫上来的南宋气息 柳江古镇建于南宋十年 是四川十大古镇之一 这里的石桥 距今已有八百年的历史 美丽富饶的锦绣花溪孕育着这里的一切生命 柳江镇又称名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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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一片水域 两旁青山环绕 修建了众多寺庙 佛塔 在这里生长着的人们 一代又一代受着佛祖的庇佑 江水央央流淌了千年 甚至万年 两岸有诸罗纪时期的梭罗树 距今上半年历史 它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 这里有着世界第一过佛 吸引着虔诚的人们前来参拜 那睡佛的眼睛 慵懒地半眯着 看向远处的一座山 沿着山路向下走 可以近距离地看到那些梭罗树 它们枝繁叶茂地生长着 这里有一座座壁画 每一座壁画栩栩如生 上面刻写着 释迦摩尼成佛的经历 在半山腰处 一座洗墓的雕像 赫然入目 这是九龙土水雕像 下面盘坐着一个僧人 他就是释迦摩尼 在山脚之下 一些老人卖着中草药 在如此富饶的柳江 自然有非常多的中草药 很多老人采摘这些中草药 一些远道而来的游客 便会驻足买上几把 回家泡脚 如果你走累了 古街之上到处都是鱼寥店 进入鱼寥店中 便可以舒舒服服地 泡个脚 享受鱼寥 这里有长长的古街 最出名的就是李家宅子 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变迁 这座园子如今 已经成为了一个景点 这里所有的砖瓦 都有百年的历史 院中可以看到 古碎古乡的楼阁 水车 比如说 来 今 氝 老街上人来人往 夜幕似合 红灯笼映照在水上 灯光已逆 光也在变幻着 历史在变迁着 不变的除了斑驳的青石板路 还有这里人民的淳朴 与对生活的奇迹